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回想过吗 到底三角形你学过的类型 或是可能有的类型 如果我们依据特征来分的话 是用什么特征来分的 直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命名呢 依据它的宽度 然后用人去这样子取出来的 就是因为直角三角形 它有一个很直的角 所以叫做直角三角形 然后锐角就是代表它有一个尖锐的角 然后顿角是表示它有一个很宽的角 直角三角形是一个直角两个锐角 所以叫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 锐角三角形是三个都是锐角 是有三个锐角组成的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是一个顿角两个锐角组成的三角形 所以这是一个顿角跟两个锐角组成的三角形 你相信只有这三种的举手 你相信只有这三种的举手 为什么我会相信呢 因为是老师讲的 所以你就相信了只有三角 因为三角形就只剩这些 因为三角形就只有这几种嘛 所以找不到其他的 从角来做分类的时候三角形 有直角跟锐角跟顿角 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它叫直角三角形 为什么它叫锐角三角形 或顿角三角形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的时候 除了知道它 还要知道它为什么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的话 这里刚刚有问大家 只有这三种吗 不可能有其他的吗 那这个也是 同学有时候可以去想一想 真的只有这三种吗 有没有可能有两个直角的三角形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有两个顿角的三角形 没有 所以在这边 你们可以从一些上课的 提到的一些 来回答老师的想法 这个字帮你们去想 为什么 用边的时候会用什么分法 有长的时候还有有短的时候 有长的时候跟有短的 所以叫做长的三角形 跟短的三角形吗 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它都说用边长来分 长边三角形 不是吗 有一样长的也有不一样长的 有一样长的跟 不一样长的 所以我们要看的 到底是看边长 一样长的是看什么 假设如果有三条边都一样长的话 它就是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然后呢 如果它是有两条边一样长 只有一条边不一样长的话 它就叫做等腰三角形 叫等腰三角形 还有呢 如果三条都不一样长的话 它就叫做不等边三角形 好 这是你们学过的 用边的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